指揮中心今天公布 上周检验出8例境外移入的个案 都是感染Delta变异株 其中有一名60多岁的男子 他的CT值29 更特别的是 他混打了莫德纳跟BNT疫苗 成为国内首例 专家就分析 任何的疫苗混打 都有可能被Delta攻破 造成突破性感染 国外Delta疫情止不住 机场检疫绷紧神经 5号再增加6例境外移入 指揮中心也公布 10月29号到11月4号 一周以来验出8例基因定序 全部都是Delta 其中6例都是突破性感染 都是Delta 那没有Delta Plus 第一位他是比较特别 他是混打了莫德纳跟BNT 原来案16467 是本国籍60多岁男性 10月20号从南非入境 CT值29没有症状 他曾经打过莫德纳在混打BNT 也成为国内首例 不管是同样的疫苗 两次接种 或是一个混合式的一个施打 突破性感染在未来一定越来越多 只是因为在疫苗的保护下 可能比较少重症 有医师分析 BNT加莫德纳其实没有免疫上的加成好处 加拿大因为其中一种疫苗 两剂供应不及 才会混打两种疫苗 基本上就是两种可乐 交换喝没有关系 不过突破性感染的案例也确实越来越多 案1653260多岁女性 蔡明星同级接触者 外传是蔡明星的妻子 也曾经打过两级AZ 但她到底是不是感染Delta 很可能是没有办法定序成功 不过从她的这个接触史来看 以及来源国想应该是Delta的可能性最高 根据统计 国内Delta编译株已经累积189例 43例本土案例146例境外移入 面对Delta的强势威胁 民众还是应该尽快接种两剂疫苗 减少重症发生的几率 记者周天杰王一仲台北报道